中文字幕 小宇宙 中文字幕 王宇宙 當說藝術剛開始有一些 好像廣告啦 宣傳的時候 其實網路上有一個梗 就是什麼整形手術 什麼30年前 30年後 竟然才差這麼 好像第一個被人拿出來討論的就是 因為那真的差太大了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在寫的時候 其實我是刻意的不去看他過去的角色的形象 我只看他人物的一些故事 簡單的故事 然後還有他的名字 用這個來發想 我主要第一個用的樂器是竹梟 我希望他聽起來是一種蒼涼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花心豐這個名字 基本上他好像是一個節氣的名字嘛對不對 所以我感覺他是一個很雅致的名字 然後有一種天地很大 但是他獨自一朵花開在那個地方 我寫的時候基本上那個畫面是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我加了一個人聲進去 因為會讓他綜合一下那麼雅致的氛圍 就點出他刀殼的位置 不然會比較太文系的角度過去 我覺得還是少了一點畫龍點睛的東西 那蠻公曲的角色屬於 就是情緒起伏很多樣化的一首曲子 當時製作的概念是什麼 其實我一開始也想了非常非常多的手法 我該怎麼樣去表現這個角色的那個心路歷程 其實我那時候我很喜歡有一個國外的AAA遊戲叫做巫師 他的戰鬥音樂是只有一個四個人的一個民俗樂團 就是吟唱 然後他的鼓也不是很大的鼓 他就是那種小小的鼓用拍的 他就是有一種民族英雄的那個味道 我那時候甚至還做了一件事情 是我直接寫信去給那個AAA的遊戲公司 就是唱的那四個人 然後後來沒有彈成 然後可是我還是不死心 我覺得南宮曲這個角色一定要唱 後來我就找了一個很有名的地下樂團 叫做阿克曼樂團的主唱 其實這個角色是一個要狂傲又狂不起來 但他到最後他在打的時候 變成非常非常高亢的一個情緒 所以開頭那個 就是非常非常狂野 但是他基本上是一個壓抑的感覺 那一直到後面他還有第二個地方 他的Vocal他會再出來一下 我覺得那個整個的 給這個角色的那種感覺就是 很豐滿的感覺 那這首歌其實裡面還有藏了一個小提琴的 極性演奏 我是希望那個小提琴家把它當作 好像在曠野追逐 然後就開始如果不管 我就是一直拉下去 然後我會把它剪進去用 所以我後來覺得那個小提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聽說老師特別邀請波蘭的作曲家來進行編曲 那這個過程是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你知道我可以講一個很好玩的故事 你知道嗎 其實我在唸書的時候 那時候很流行那種什麼桌布對不對 然後大家都印出來 所以你知道我們這些布袋戲米就是 會去學校電腦教室印桌布 因為覺得很帥 印出來然後回去宿舍貼起來 然後都是那個愛若晨欣史直到波蘭的兩人 然後一大堆 然後我還去買了那個伊朗拆的寫生集 對那時候很迷這個角色 那後來我也到處一路來寫伊朗拆音樂 那時候我就覺得非常的榮幸 然後也希望能夠給伊朗拆這個角色不一樣的味道 所以我就邀請了在波蘭的一個非常有名的作曲家 叫做Yang Senneko 你知道西方人他很喜歡東方的什麼李小龍啊 功夫啊夜問這些東西 然後他們一直沒有機會能夠做這樣的音樂 然後他說他沒想到有這個機會 我找他我們來做夜小拆 然後我們可以做一個武俠的音樂 所以他超開心的 所以夜小拆這個音樂 就在我跟他的合作當中把它做完了 那時候董事長聽了第一個版本以後 董事長說 那時候夜小拆的心境並不是這樣 因為他覺得我把音樂編排得太慢了 在藝術裡面的夜小拆 它其實並不像後來的 可能是比利英雄房啦 或者是魔盔的那個時代 那個心境是不一樣的 所以那時候董事長就給我一些意見 包括把音樂加速 然後加上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我們是經歷了一個月 反覆的修改 我們才把這個音樂完成 其實能夠為夜小拆這麼重要的角色寫配樂 我覺得那真的是我的東西 而且他好像就是一個 我以前收藏他的寫真集 然後我在電腦上看他的桌布 然後我在學校的影音機 然後後來OK 我真的能夠幫他寫一個音樂 我覺得非常非常開心 其實我還蠻期待 類似刀作藝術這樣子的一個形式的 把一些劇集重新來拍 或者是說創造一個新的劇集包 它可以把這個宇宙慢慢的 長成一個獨立的空間的一個世界 那我覺得美國能夠有好萊塢 那為什麼就不能夠有好萊塢呢 以我一個作業家來講 我是帶了這樣的心情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覺得非常期待 刀作藝術 然後或者是之後人生的其他劇集 或者是動力建藝術 或者是將來的一個電影 事實上我覺得 我們都在過程當中 有不斷的學習的空間 但是其實我們更需要 大家的支持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 很希望把這件事情做好的 而且我相信他能夠做得很好 那也使所有的興奮 就是我們 阿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